如何评价谢娜在浪姐3上的主持 首先来听听张杰的评价 张杰只说了谢娜的外在 那我们就来说说内在 每季浪姐都会有芒果台的主持人参加 第一季是沈梦辰无心 第二季是刘烨 第三季是谢娜 但她不参赛而是主持 谢娜一改一往搞笑的风格 她的招牌哈哈大笑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她努力的 自证枪云念比赛规则和报幕 这样子的谢娜还是谢娜吗 自从去年快本停播后 快乐加速的何俊和无心没受影响 节目一个接一个的上 而另两位男主持人就相声匿迹了 谢娜则卡在了这中间 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和东方卫视春晚 仅以歌手的身份出现 综艺节目也只有朋友请听好二 这期间一直还有传闻说 谢娜要加盟东方卫视 在今年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招商会上 何俊汪涵嫌一众主持人亮相 但谢娜并没有出席 站在何俊身边的人也换成了沈梦辰 接手浪姐三这样的顶级阿比回归 也许是谢娜翻身的最好机会 从节目的表现来看 谢娜似乎在往端庄大气稳重的方向转型 她能成功吗 改变在观众面前的固扭形象 其实是挺难的 如果谢娜铁定心想转型 其实台上的阿雅也是个很好的参照 可以多做一些有质感的访谈 或者人为关怀类节目 不过我觉得完成比赛规则的介绍和爆幕 这其实是作为主持人最基本的 想转型成功 还应该在说话表达的深度上多做功夫 这就是说话表达的深度上多做功夫 谢谢大家